会减肥吗?不会 但是我最近又瘦了 最近说到最近不吃饭的话 一身体重84斤 但是不是我自己想的 实在可能是因为我作息不好 然后导致我每天吃的饭的数量 就可能我只能吃一顿到两顿 欢迎大家 这个衣服在某宝上买的 用来直播的 不能穿出门啊 这个衣服跟个肚都一样 穿出去 不太能穿 但上镜还可以 上镜还挺上镜的 16286斤 掉直播间姐妹很多 直播间很多姐妹 但是我说实话 我没有区别对待啊 因为我一开 因为我不是挨火的干嘛的 所以男生女生在我这边都是一样的 只是可能有些话题 有时候我们聊彩妆的时候 男生插不进去 但不代表我的 我全是女粉哈 因为后台的我的粉丝量 其实男性和女性 它是五五开的 不是像人家分析的那种 什么女粉六成 男粉四成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五五开的好吗 只可能它们 更多的有的人 它们是在我主意间看我 它们不怎么发言而已 粉底液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 amuse的01号色 amuse 今天没 今天没画粉底了 今天 除了个隔离 也有点泛红 口红是 wakeback05号色 我不想带货 真的 所以有时候 你们不要给我这个建议了 好吗 如果我真的 我真的想做带货 那我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 我带货也肯定会很认真做的 大家喜欢我 喜欢看我 就来看看我 如果有什么想问我的产品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就找便宜的渠道去买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好不好 我也不在乎赚那几块钱 或者等我 等我再强大一点 好不好 等我粉丝量再多一点 说不定到时候 可以给你们拿的价格 优惠一点再说 那现在我这个粉丝量 我可能接到的价格 也没有那么的划算 你们还不如就去找 另外的渠道去买呢 对不对 眼珠是14.5的高光奶油 我没有小红 我没有某书账号 没有公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 谢谢 可能是wakemake05号色 去痘用的什么 我不长痘痘 但是我长臂孔 应该能看到吧 我有臂孔 因为我就是聊天主播呀 我就是给大家提供 有时候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人 所以有时候我的直播时长 不会拉得太长 因为你们知道 这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呢 他有时候 一直往外输出的话 他其实有点 确实是有点内耗 我基本上现在生活中 我都没有什么笑脸的 我今天过去做脸的时候 我全程都是 我全程都是这样 真的很累 我笑都不想笑 我的笑容全给你们了 我对人家都提不起笑脸的 而且本来就自己花钱了 也没什么笑脸 给他们好看的 让我消费 又到我消费在那里 然后那个 帮我操作的那个医生说 医生说 你是不是很累 我说还好吧 然后他说你看起来有点脾气不太好的样子 然后他 他说他一开始都不太敢跟我说话 他看我有点脾气不太好的样子 欢迎大家 闭口怎么管理的 不管理 他过两天就烧了 我的闭口基本上不管 你管 他反而还一直上着 你不管他两三天就烧掉了 平常工作是什么 平常工作就是这个呀 就这个 让你们开心来了 我直播是让你们开心来的 黑眼圈 我有啊 你现在能看到吗 我今天因为没上粉底 应该能看到我的黑眼圈 我的卧蚕在这里 是不是 我黑眼圈 有蔓延在这里哦 唇颜是没有 欢迎大家 对 我最近直播可能会晚 看情况吧 反正就是晚上呗 十点之后 如果 如果我要提前的话 肯定会跟你们说 如果不说的话 基本上就是稍微可能会晚 但也不会很晚啊 十二点之前 总归能见到我了 是不是 我刚刚说了什么 你有没有好好听我说话 你把我当什么了 是一个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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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的 我感觉就已经占到我生活的 起码有四分之三了 然后但是我还有学习上的事情要忙啊 有时候导师可能找我一个事情啊 干嘛的 美童 美童十四点五的高光奶油 对啊 因为可能我真的是学术垃圾吧 就每天 就是生产的确实是shit 知道吗 就是 跟我一个 一个 就我们绿文导师管理的人 我感觉我就是那个 那个shit 就我生产的就是垃圾 所以导师有时候 导师找我的频率比较高 欢迎大家 我不是啊 我不是研究生 我还没到那个年纪 我不是研究生 欢迎大家 美童亮眼下亮晶晶的是这个 做完一没怎么护肤 不要问我好不好 问医生 好不好 每个人敷之不一样 问医生 没有贴甲剂吗 我是重的 原来不是姐姐是妹妹 但是我是不是有一种姐姐感啊 我闺蜜一直都把我喊的老公 因为我日常可能稍微看消息 没那么频繁 我每次点开微信的时候 我都会提前有时候会提前说 千万千万没人找我 千万不要有人找我 因为我不喜欢回消息 然后闺蜜有时候 一下子可以给我发十几条 二十条消息 吃饭 吃饭也给我发 吃了什么饭 然后什么都给我发 然后我不回她的时候 她说老公你说就坏了 老公 我几几年几几年不说了 我是零零后 什么星座 我是双鱼座 对啊 我有时候觉得回复了 但是一点才发现没回 人家质问你的时候 你才发现没回 但是我 我心里觉得我回复了 你没有这种 有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就我心想明明好像回复过 但是没有 但是真没回 谢谢可以跟爱的守护 这个好看 我是什么学生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在做网络乞丐 我现在不是学生了 看起来成熟点 我嘛 我看起来确实有点成熟 人家我反正我大姨大儿的时候 人家都不觉得我是大学生 天生有一种结感吗 就是 笑死我了 那等到我真是姐姐的时候 我又是什么感觉呢 少妈感 还是乙感 腮红 今天没涂腮红 今天就是我的脸颊泛红 宝宝不是腮红 是我的脸颊泛红 嗯 你们真信我39 应该也不是吧 我感觉你们是有时候 也是为了迎迎合我 说自己信了 我一直以为是你们迎合我的 多少集可以进粉丝群 是这样的 我现在 现在pink的67位会员 大家怎么回事 然后每个月都要淋上帝宝吗 嗯 我现在是有两个五级粉丝群 因为因为昨天好多人 升群的时候 我发现已经满了 所以我进了一个二群 就是那个 爱丽的好好朋友们 就是给一群做一个区分 但是其实这两个群 没有任何的区别 只是说加过一群的人 就不要再申请二群了 因为有时候我会在 可能在每个群都会发红包 这样的话会导致 重复领取 大家能懂吗 就是给他们也腾腾地方吗 好不好 所以我在审核的时候 大家就不用重复去申请了 我这边都能看到的 就是给需要的人 他们进群 如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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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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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安 好的 没有啊 可能可能慢慢的人气下来了 我就又是以前的几百人的状态了 主要是你要你要学会接受这个起伏波动 因为你并不并不想利用这个人气去创造很大的收益的时候 你会要去接受这个波动的 比如说像我一万家的人气一万家的时候 我也没有去PK 因为我就没有把它当作就是一定要去变现的一个东西 你们能懂吗 所以我就也无所谓 也不要太看重人气这个东西了 欢迎大家 卧产量精进的是什么 是这个 哈哈 好久不见 靠什么收入 靠直播啊 早期直播有没有遇到恶臭 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的 没有某数 对耶 我就属于那种想赚钱 但是也没有说很想赚很多钱的感觉 某数上都是我 但是我真的没有买推广 大家看我看我直播看久了 就知道我的可以可以 大概知道点我的性格了 好不好 我不是那种会给自己买推广买流量 甚至是买水军推荐我的人 因为我甚至都不打PK什么的 对不对 谢谢大家关注 谢谢 所以看到他们讲那些话 不用理他们 说难听的太多了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我的 我是双语座 但是我直播是播给你们看的 我又我不需要讨他们喜欢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欢你 我又没有讨好新人格 我还没有那么贱 如果我自己就在做评论 我会讨压的 我需要作评论 我会讨压的 我会讨压的 你会讨压的 bulb 我不在乎直播会不会被其他我认识的人刷到 因为我觉得稍微有点素质的人 人家也不会干嘛吧 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啊 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谢谢 经常Q牌子我不知道可能吧 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带货没有原因啊 就是不想为什么一定要带货 为啥为啥一定有了粉丝就得带货 宝宝有时候有些问题我不太会回答 圆圆好吗 网络线下性格一样吗 不会我脾气超差的 我网络线下脾气都一样 一样差 什么色号 Vicomake05号色 斜方机怎么练的天生的 你可以在上面滑滑梯 如果你以后受欺负了 也可以躲在我的斜方机后没有保护你好不好 我今天只打了隔离没有涂地妆 我今天只打了隔离没有涂地妆 多少岁 39刚购完39岁生日 我的头上是比我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